这天小新和小伙伴们一起出门逛街 商店里摆放的法国娃娃引起大火的注意 这时阿呆便给大家讲起了恐怖传说 从前有个外国女孩非常喜欢法国娃娃 不过有一天搬家的时候 却把娃娃给忘带了 结果每当夜里 那个法国娃娃就一直寻找那个女孩 听到这里 大家都不为所动 认为这肯定是假的 反而郑南被吓得瑟瑟发抖 画面一转 郑南回到家中 家里居然出现一个法国娃娃 郑南瞬间被惊呆了 原来这是妈妈小时候的礼物 刚整理衣柜给找到的 随后妈妈要出去买菜 郑南被一个人留在家里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郑南一个人面对着这个法国娃娃 心里感到一丝良意 赶紧要去上个厕所来压压惊 过了一会 郑南回到客厅 结果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连忙后退 刚才娃娃明明是站着 现在居然变成是坐着的 真是太诡异了 心想也许是因为震动而导致 不过这眼神实在太恐怖了 郑南把娃娃调了个方向 随后郑南出去拿了一盒饼干回来 结果娃娃居然又自己转了过来 这一下可把郑南吓得连忙哭着跑回房间 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难道阿呆说的那个传说是真的 郑南心里还是有点不相信 于是便悄悄下楼一探究竟 却发现桌子上的饼干被吃了 娃娃还自己蹦到地上 郑南瞬间被吓得双腿发软瘫在楼梯上 突然屋里又传来一声动静 过去一看娃娃居然不见了 可自己的围巾却出现在地上 郑南前去一看 围巾居然裹在娃娃身上 当场被吓晕了过去 那么问题来了 恐怖的传说到底是真的 还是谁的恶作剧呢 好